河南三級政府調查結果引發民怨急聲 變天難防習近平如坐針尖 哈馬斯和伊朗中間人被斬首 以色列軍或與真主黨全面開戰 日本地震中國家主播稱報應 馮小剛新年寄語話中有話 習近平新年賀詞一句話 引起西方警覺 蔡英文強力回隊 《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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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3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 國際要文 我是林欣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希望各位觀眾 能夠觀看一段短片 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聲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欺騙 為了掩蓋謊言 就要控制言論 因此持續不斷的 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夠改變中國最重要的東西 《希望之聲》自主研發 獨創了圍繞中國周邊的 由120個短波電台 組成的巨大的廣播網 這是唯一一家 組合了數字科技和傳統廣播 用低成本 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頻率 進行7天24小時廣播的民間電台網 我們的廣播信號 激破了中共的信號干擾 覆蓋了中國 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我們的廣播規模 幾乎超過了所有國家級的電台 我們的義工 在難以想像的艱苦的條件下 建立了這個巨大規模的短波廣播網 就是為了向中國送入持續的 不斷的真實的資訊 《希望之聲》的對話廣播 完全是由民間的資源來完成 我們迫切需要資金 來維持這個承載著 無數人希望的短波廣播網 你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給全中國五分鐘的真相 聚沙成塔 眾志成城 撕開空中國鐵幕 啟發中國的民資 投資給中國民眾真相 就是投資中國的未來 河南雙休市寧寧院 一名十四歲學生 校內身亡引發重怒 事件仍然在燃燒 寧寧院再次出具調查結果 在種種事實面前 再次令大家大跌眼鏡 而且新年依此 民間抗爭頻傳 專家預測 2024是中共大亂的前夜 社會抗爭進入多發期 2024年有發生民變和政變的可能 請題報導 寧寧院育華院中學學生 近日在校內身亡 家屬發現孩子身體多處傷痕 手臂螺絲批轉了洞 有很多窟窿 家屬質疑是老師謀害學生 但是官方就說是高空聚亡 這個引發上萬名民眾 在學校門口集會抗爭 當局還從多地緊急調來大批警察 傳承一度戒嚴 警察到處抓人 1月2日 寧寧院再次發布了事件調查通報 內容中說 經河南省市原三級公安機關法醫的共同確認 沒有發生攻擊以及徒手所致損傷 雙手以及前臂不存在貫通傷 屍表損傷表現為表皮剝落 以及皮下出血 符合高空聚亡所致 學校和家中都發現了遺書 未發現受欺凌情況 通報中還提到 在事件調查中 我們深刻認識到 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視不足 對此深表協議 家屬已經將楊某某安葬 事件調查和善後處理工作已經結束 一個滿身傷痕 清晰可見的被謀害的案件 最終調查結論 而加成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出了問題 教育出了問題 有網友說 誰還會在自殺前 要將自己篤到千瘡百孔 誰還會寫兩份遺書 還一份在學校一份在家 想得這麼周全就不會自殺了 還有網友說 中共的三大法寶 謊言、掩口、打擊報復 不管你信不信 就問你服不服 不服又能怎樣? 有網友發消息說 家長收了280萬了結此事 有人認為 說家長已經被匪方控制 無法再發聲了 家屬這麼說 下一步應該是可以抓家屬了 還有人說 三級政府為什麼不說說 誰出的這280萬 為什麼出這個錢? 海外時評人 蔡神坤發帖文說 為兒子討還公道的家長 為什麼突然承認在家裡發現了遺書? 這是因為兒子慘死激起了民憤 點燃了民眾的憤怒 河南必須拿出強硬舉措、高壓維穩 防止事態進一步蔓延升級 不僅實施了斷網、封路、捉人等舉措 還要逼活著的家長配合官方炮製的冤案 至於央視 無非就是一個毫無公信力的喉舌 也是一個傳遞謊言的平台 特別是在一些重大突發群體事件中 央視的立場都很清晰 不擇一切技術手段為謊言塗資抹粉 早期的前文匯事件、徐順俠事件 後來的雷陽事件、鐵鏈女事件、唐山女事件 每一次央視都扮演了一個令人極其惡心的醜陋角色 有網友說可以預見 河南形成的抗議活動必將席捲全國 這兩天除了河南萬人抗議事件 中共還迎來煙花革命 多地民眾無視當局禁令、延放煙花炮掌 即使在警車和警察的追逐下仍然不關火 更有甚者直接將煙花射向警車 除了煙花革命 中國經濟的持續惡化、土生潮也越演越年 1月2日 一些人聚集在山西太原北方機械兵工廠門口 拉起橫幅土生 資深出版人顏順鉤、響念書鐵文說 2024年中共要吞下2023的所有苦果 百姓手中的錢越見枯竭 失業者越來越多 老百姓更容易歸咎於中共 反抗的人會越來越多 規模會越來越大 互相呼應 河南人因中學生被害、數萬市民上街 與警察對峙 動亂規模已經大大升級 政府手中的武警、公安將不夠用 因為政府機關的減薪和欠薪 高層對下級壓力增加 政府僱員開始與中央離心 當政府指令去不到基層 而且基層民眾的經濟要求得不到滿足 這個時候就是中共政權動搖的開始 顏順鉤預測 明年社會抗爭會進入多發期 規模會逐漸擴大 發生流血事件的機會大增 中共更加無法有效控制局勢 女傲中國學者馮崇義認為 中國經濟復甦無望 年輕人失業或家劇民間抗共 習近平在內外交困中找親信做替罪羊 也會引發和喜燒場 2024年有發生民變和政變的可能 當局亦預估到這一點 如今如助針殲 據Newsmax報導 黎巴嫩真主黨電視台說 哈馬斯高級官員薩利克·阿努里 1月2日在貝魯特南部郊區的一次爆炸中喪生 而且黎巴嫩國家通信社說 是以色列無人機所為 請提報導 這次襲擊造成真主黨組織據點一片混亂 網上流傳的短片顯示 現場受到嚴重的破壞和火災 有消息說 阿努里是哈馬斯的政治局副主席 兼卡薩里西岸軍事行動指揮官 他是被以色列斬首襲擊的 他是哈馬斯軍事部門的創始人 也是哈馬斯和伊朗之間的重要中間人 而且被美國宣布用500萬美元懸賞通緝 有網友說 這個才是雖遠必珠 他以為逃離了加沙 在黎巴嫩藏起來就安全了 仍然被斬首 接下來就是最大頭目 有報導指出 阿努里是哈馬斯軍事部門的創始人之一 曾經領導哈馬斯在約旦河西岸的活動 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胡 甚至在10月7日哈馬斯和以色列開戰之前 就威脅要斬首他 不過目前 以色列官員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根據半島電視台的消息說 目前黎巴嫩和以色列最高層的局勢升到了最高 真主黨秘書長哈桑·納斯魯通知國際機構 將對阿努里被擊斃事件做出回應 以色列第十頁頻道說 一就是與以色列全面開戰 或者就是厄制斬首 目前以色列已經提高了北部邊境的威脅等級 有觀點認為 以色列開始從加沙撤兵的原因很清楚了 就是與真主黨全面開戰 因為他們的地面部隊已經基本上佔領加沙了 而且第二階段 以色列就要開始收拾北部的真主黨了 2024年1月1日下午 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 發生了規模7.6級強烈地震 最大震度達7級 後續發生百多次地震 截至當地2日下午 已有48人死亡 地震發生時 日本女主播著急地說 不要看電視了快離開 但是一名中國主持人就說 日本的強震是報應 而且大陸知名導演馮小剛新年的一番話 也引起網上關注 請看報導 日本放送NHK主播 山內全在地震發生大約3分鐘 海嘯報警發布後 他的播報口氣立刻改變 他開始以緊急的語氣不停呼喚快跑 不要看電視了 趕快逃跑 而且他堅定的語氣呼籲民眾趕快逃跑 也在網路成為了熱門話題 大家紛紛留言 山內全肯突發事件來襲的專業素質 相關人士說 自從日本東京大地震以來 NHK一直在檢討和改進發生大規模災害時的播報方式 這次的播報 主播比起平時冷靜的態度 採用更為強硬的播報方式 這是改善方案中制定的方法 目的是令民眾看到主播以異常的態度播報 意識到有特殊事件正在發生 而且日本地震發生後 很多電視台也立刻取消完但特別節目 開始播報災情 另外,一些日本電台擔心當地的中國人 聽不懂日文、擔誤逃生 於是還特地臨時寫了中國字 在電視裡呼籲大家逃離 而反觀中國 1月1日 中國海南新聞聯播一級播音源燒情號發布短片說 報應來了!日本突發7.4級地震 根據央港網的報導 這名海南省的主持人還在發布影片中表示 恐怕2024全年整個日本都會籠罩在一層陰屈的烏雲之下 這個影片引發中國網友熱議 有人說,偏激的小粉紅已經失去了基本的人性 還有些說,每當這類人嘲笑其他國家災難的時候 就不怕報應來到嗎? 因為燒情號的言論在網上引起強烈的反應 2日晚間,海南廣播電視總台發了聲明 主持人燒情號發不當言論,暫停其工作 大陸知名導演馮小剛12月31日在他的新年寄語中說了這樣一番話 他說,人得往好處想,往涼塘的地方走,日子是需要曬太陽的 人心也是陽光一些,必然會朝人待見 心裡陰暗最終反世的還是自己,恨人家不死不如將自己活好 他說,與烏克蘭以及加沙人民比,大家都還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中 不用用防空暴警一響,就方不摘路,每日被爆炸聲嚇醒 我們就與人為善啦,它不能讓你發財 但是社會的整體善意,會在你倒霉的時候獲得一些關懷和同情 台灣和中共的領導人,在2024年新年依此,都發表了新年賀詞 而且中共黨魁習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賀詞中 一句話對台灣的強硬表述,引起了西方的警覺 現在距離台灣總統大選,只有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了 而且台灣總統蔡英文,就用了一句話,有力地回對了習近平,請聽報導 習近平在12月31日發表的《2024年新年賀詞》中提到 兩岸統一是歷史必然,並呼籲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 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 而且這是習近平幾天內第二次講到台灣問題 在上星期中共舉行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30週年的會上 習近平逆誓言要統一台灣 還說,中國有堅定的意志、足夠的能力,堅決防止台灣獨立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月1日元旦日發表新年講話 而且台灣即將在下星期舉辦總統大選 蔡英文表示,台灣逐漸擺脫先走向中國,再走向世界的宿命 他說,八年來世界變得不一樣了,這八年台灣也真是不一樣 台灣不再被遺忘,參與了世界的改變,更參與了改變世界 面對習近平提到統一是必然的說法,蔡英文有力回應 台灣是民主國家,未來與中國的關係必須經過民主程序做最後決定 應由台灣人民決定 他表示,中共領導人已經定調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是三位一體的對台方案 但是用中共定義的九二共識,為台灣人民與中國溝通的起點 是台灣主權最大的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自從2013年 習近平開始每年發表年度新年學詞 十年來,這是習近平第二次提到台灣的統一問題 上一次是在2022年,說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 而且這次表態與去年相比,顯然更加強硬 這引發了西方專家的警覺 奧特利亞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 米克·瑞干在X平台上說 絕非必然,與普京一樣 習近平的講話意在施加戰略影響力,是政治脅迫 企圖削弱西方政治家 在21世紀做出捍衛民主艱難抉擇的議員 但是,無論習近平講話講得如何強硬 西方媒體還關注到另一個引人注目的點 就是習近平肯新年學詞中第一次罕見的承認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困境 說現在工作生活壓力都很大,一些企業面臨經營壓力 中國老百姓工作和生活不容易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莫里斯在X上說 日方不願意統一就不是統一,而且是吞併 不過,習近平承認經濟不景氣 老百姓和企業都不容易 才是習近平這次講話中的重點 有觀點認為,中國最新公佈了12月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只有49 數字是連續第三個月下滑 這樣也證明中國經濟發展萎縮 企業對未來失去信心 而且習近平的新年學詞 就繼續給自己的政績投資抹粉 打造新一年宏觀經濟會好的假象 這就更顯示了北京無法解決困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